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毛衣也好 护腰也好 但总归是他妈妈的一番好意 我的底线就是我得回去上班了 不然要迟到了 好吧 你赶快去上班吧 但是我告诉你啊 一定不能辞职 听到了没有 你为了管一鹤牺牲了你的前途 你就会对他有所要求 以后你人生不顺的时候 你就会怪罪管一鹤 当初为什么会让你辞职 这对你们俩以后的生活没有任何的好处 你知道了吗 我知道了 拍下来 你试чик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这儿是在你充贫 红色的小鱼 比较高丶 看着小鱼 用盆栏目的手法 这儿是在我角色的后面 喂 管总 您要的会议室已经订好了 是吗 你帮我通知高山还有叶小白开会 好的 对啊 高山出去了是吧 对 那这样 你帮我通知叶小白先开会吧 好的 管总 管总 您找我 坐吧 哦 生生果业 这次福州路演 有些工作需要你准备 好好记一下吧 嗯 好 喂 你妈到底什么意思啊 她还是不可送口 我妈她就是 我从小是她一个人待大 她一直给我灌树的就是女人要独立 要自己掌控自己的人生 现在突然给她来一个大惊喜 还是她预料之外的 可能她一时接受不了吧 那你们女人都去掌控自己的人生了 还需要我们男人干什么 我妈就是合同里常说的不可抗力 不能遇见 不能避免 还不能克服 管总 进来 崔总让你过去一趟 好 我一会过去 这么简单的事情 不需要我再教你怎么解决了吧 啊 放心了 这个问题我去解决 一会留下节 走了 嗯 下楼吃饭 咱俩的事 阿姨怎么说啊 嗯 再怎么迂回都没用 我妈总能一眼看出我的心思 管总 您吃饭的 是啊 您一个人啊 对啊 您呢 我就买了杯咖啡 那您先吃 我先走了 行 管总再见 一会儿见 拜拜 嗯 我们再想想 总会有办法 能对你妈起效果的 自从我爸送了我出创新 我简直是实来运转 这两天啊 玛丽连着看了我好几次 曼森七的脸都绿了 嗯 你说那个曼森 把我配马屁有什么用 我还不都是我来干 干得多呢 错的就多 虽然我错有多 但是玛丽还是看见我 工作努力 积极进去 哎 姐 你说有没有可能 提前转正啊 哦 有 你们俩这掩耳盗铃的 有没有意思啊 哎 给我 哎 说正是呢 嘶 嘶 哎呀 喂 跟面那位 穿着白衬衫 点了杯咖啡 还有蛋糕的先生 嘶 甭装孤独寂寞 唯一男青年了 不然 坐过来和我们一起吃吧 哎呀 不是我说啊 你和我姐这年龄 加起来都快花甲 或知天命 怎么还像三岁小孩一样 成年和秘密接头似的 别闹 你 你不犯时间有限 谈正事要紧啊 你的未来姐夫也很感谢你的 感谢谁啊 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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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时候回来的 我早上就回来了 上午在办公室还见过你 你什么记性啊 怎么着 把我当你泡的妞了 第一次是情人 第二次是陌生人了 什么呀 喂 对对对 那这按你说的办吧 好的行 再见啊 给谁电话呢 鬼鬼祟祟的 这么紧张 正是啊 哎 我都看不下去了 你们这什么呀 当在西香记吗 有什么西香记啊 像我这种 现实生活中没有爱情的人 就只能在书里看完别人的爱情喽 哎呀 哎 来了 哇 你这可以啊 这么大变化 怎么样 还行吗 哎 找设计师弄的 哎呀 你不懂 你给我拐弯肯定等 哎哎 是吗 别动 这是设计 土不妥 真的在这儿呢 哪有东西 水果饮料都有啊 这边拿 挺红的你 哎 赵小姐打扰了 我们是物业的 您是需要三个保洁对吗 对 哦 多少钱 我们每个人每小时是五十块钱 我们三个人的话就是一百五十块钱 没问题 没问题 能扫微信吗 可以的 哎 你等会儿 一百五 这边都已经收拾好了 辛苦了啊 那个改天请你吃饭 谢谢啊 真的给你添麻烦了 没事儿 刘经理的客户 就是我们的客户 嗯 够意思啊 哎 那个 你有没有什么吃的喝的 给他俩拿点 吃一个呗 对对对 我忘了 不好意思 冰箱里有水 你们随便拿 诶 苹果 诶 苹果 苹果可好吃了 你也要下来 这苹果这么红 谢谢姐 哎 别别别别叫我姐 以后就叫金子就行了 哎 好了 姐 别着急 那我们就先走了 谢谢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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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 谢谢 哎呀 挺好 行啊 真没看出来 你还真是管事儿的 那必须的呀 我这每天好歹 过手的都是百万千万的生意 你也不用特别感谢我 就是如果你在深圳 有朋友 买房卖房租房找我 得了吧 我让你在丰盛附近 帮我找个房子 你都说找不着 没房源 啊 那个是真没房源 那你表哥家附近呢 有房子我租啊 我再租一套啊 他家附近房子都特贵 哎呀 有多贵呀 真的好想去找他呀 要不你还是把你表哥住址 告诉我吧 我就偷偷的悄悄的喵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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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啊 不是啊 何人你这关系 故事看着你呢 天天跟我要你家地址 我都快顶不住了 你什么都不用告诉他啊 别问为什么 慢慢给你解释吧 就这样 管一赫 你把谁肚子搞大了 什么啊 表弟家里有事啊 不对 你小子肯定有事啊 山哥 这么巧啊 哎 今天奇奇怪了 这么大管一赫坐这儿 你没看着啊 从背后把我认出来了 嗯 管一赫 管一赫 那个 今天太阳太耀眼了 你也这么耀眼 一时半会儿我没看见 你别见乖啊 没事 嗯 我可以坐在这儿吗 坐 哎哎哎哎 嗯 你们慢慢吃 我先回去 不对 肯定有事啊 山哥 这个是给你的 上次的是谢谢你 哎 鞋挺好看啊 是吧 啊 干什么呀 我刚看你都没怎么吃 孕妇不能饿着的 我刚去你最喜欢的那家餐厅 给你买的 赶紧吃吧 哎 我这几天好话都说尽了 我妈是有言不尽 坚守立场 非要你辞职 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看把你丑的 这样啊 我给你分析分析啊 嗯 阿姨平常是怎么理睬的 她会买股票吗 那 她的工资怎么分配 一鹤 你在这上面花力气 是没用的 你跟她数据分析 她根本听不进去 她是那种 认准一个道理 别人越是劝大 越是不听的那种人 但是 关于谁辞职 其实我妈说的也有道理吧 哎哎哎哎 我们现在是同意阵营 你千万不要临阵倒戈啊 啊 我不是这个意思吗 哎呀 哎呀我看你是被阿姨说糊涂了啊 我跟你讲啊 我们再认真的详细的分析啊 听清楚啊 第一 我的工资呢比你高很多 接下来我们要结婚 要生宝宝 每一件事情都要花很多很多钱 如果我辞职 那不现实啊 第二 我是丰盛的高管 我手头上还有几个很重要的项目 如果我现在不做了 那对于公司 对于其他客户 都是很不负责任的 而且 你在刚入职没多久 也刚刚转正 现在还怀着孕的 你说 你以后怎么面对 丰盛那种高压的工作模式呢 嗯 道理我都明白 但 但是 哎 哎 你干嘛 你干嘛 不是 转 你干嘛呀 一言不合就亲人 拍火箭剧呢 Marvin Marvin叫你一言不合就亲人啊 不是 是Marvin刚才经过我的车 他 他差点看到你了 幸好我反应快 不然我们就暴露了 这 Marvin 刚刚不是在茶水间跟我聊天吗 还有他这个人很八卦 你千万不要跟他乱说话 小心点啊 我先回办公室 哎 等等等等等 还没说完呢 你妈现在拖着 但是你肚子拖不了 要不这样 我们 把护口盆取出来 先斩后奏 就这么决定 怎么可能啊 我觉得还是你去跟你妈商量商量 这两天无论我妈说什么 你就说你同意辞职了 先把我妈哄回西安 然后呢 我就去叫辞职报告 哎 既然这都是我们认可的决定 我们为什么还搞得这么麻烦 你就当是为了他 听我的 我先走了 哎 小白 嗯 我这里有一个超级无敌 劲爆到起飞的新闻 没兴趣 给你看看重磅炸弹啊 噔噔噔噔噔 哎 你说没兴趣喽 哎 怎么了 进去进去 干嘛 喂 我赶时间怎么办 哦 你可以 这个 你走了 我赶快 你看看 嗯 他这个 让你别那么八卦 好好工作知道吗 八卦 管总好 找不着你是管总 就车里面了是不是 管总好 我先走了 这两天咱俩尽量保持距离 不然不知道会被传成什么样 那我来处理 妈 你想不想我跟小白早点结婚 让你踏踏实实地迎接你的大孙子 我当然有办法 不过这办法需要你的配合 阿姨 我仔细想过了 上次你说的没错 让小白辞职是我们考虑不周 那你们打算怎么办呢 我来辞职 一鹤 妈 不是跟你说过了吗 一鹤 你可别意气用事啊 小白和你结婚 本身就违反了公司的规定 现在你又辞职 这样会不会影响到你和小白 以后的工作啊 这些事你都考虑好了吗 阿姨您放心吧 这件事不会影响到我们的 在我离职前 我不准备跟公司说 我跟小白的事情 等我辞职了 再跟小白去理证 那万一以后公司的人知道了 我们也不隐瞒 但是呢也不主动提 谁也挑不出毛病来 你也这么想的吗 小白 那你怎么跟单位解释 你刚结婚就生孩子呢 这还解释什么呀 我说你们是什么公司啊 谈恋爱不让自由 结婚还要偷偷摸摸 怀了孩子 还要给别人解释 妈 这当中牵扯到一些 人情世故嘛 也不完全是解释 说实话 也得让整件事情看起来 比较合理 对吧 没事 阿姨啊 只要你同意我跟小白的事情 怎么都行 等我跟小白理完证之后呢 我会在这个房子上面 加上小白的名字 婚礼需要的和其他什么的 你尽管提 我去准备 万一两地有什么风俗不一样的 那就按照你们的风俗吧 一鹤 我们这也有风俗啊 妈 行 行 行 放心 我们没有其他要求 你们赶快准备婚礼吧 我呢 就小白这么一个宝贝女儿 你妈呢 也就你这么一个儿子 你们结婚呢 婚礼是一定要办的 没问题 没问题 那我们就这么说定了 这样阿姨 我给你准备机票 那你先回西安 好好准备准备 要请一些亲朋好友 我们在深圳 哦 别急 我这准备了一份协议 你看一下 这 这是 这份协议不牵扯任何财产的问题 我是嫁女儿 不是卖女儿 至于你说的 要把房子加上小白的名字 这是你们俩的事 这份协议呢 主要保证我女儿的基本人权 阿姨 你这个协议上面的条款 比如这条 管音和婚后 不得以孩子家庭 甚至爱的名义 逼迫叶小白 成为全职太太 说实话 在法律上也无法界定 对 我知道 但是如果白纸黑字上 签上你的大名 万一以后出了什么事 我想你在决定之前 也得掂量掂量吧 妈 你干嘛写这个呀 小白 你是我养的女儿 我知道你脑子里边在想什么 你是不想把我给支走了 然后 你们就随心所欲了 妈 妈 其实这个就是婚前协议嘛 也没什么大不了的 而且你看 她就是希望我跟小白 可以好好过日子嘛 真是希望好好过日子啊 小白她妈 我实话告诉你 小白这个孩子 我是真心喜欢她 可是那让一鹤为她 娶小白欠这个 我不同意 我接受不了 妈 我就一鹤这么一个儿子 我们孤儿寡母的容易嘛 我们在哭谁知道啊 妈 妈 我也就这么一个女儿 说起来 也是孤儿寡母的 小白嫁到别人家 幸福不幸福 我也就只能说这些了 其他的我也管不了 你们能接受就接受 不能接受 只要小白肯嫁 我什么都不说 王小伍 阿姨 妈 阿姨 妈 妈 妈 你慢一点 我跟不上你 等一下小白 慢一点 小白啊 妈也不是故意难为管一鹤 这也是有前车之鉴的 当年你爸 也不是说的天花乱坠的吗 到头来 不提当年的事了 我是觉得呢 你们俩生活在一起 磕磕胖蹦的这种日子 肯定会有的 再说了 你们俩发展的也太快了 连记忆不了解的时间都没有 我就是很担心你们两个人 所以才会说这么多 怎么都摸出泡来了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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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痛吗 嗯 那你慢一点走 嗯 哎 这么晚了 发了邮件下班 不至于每天都这样吧 明明忙完了还在公司 来到凌晨 然后再给玛丽发邮件 怎么 想让她夸你 很努力啊 你这话就奇怪了 我加班到现在 你没什么事儿 非得陪我在公司熬着 凑个半夜三更 凌晨打个卡 有意思吗你 不好意思 我是在公司蹭网 我跟玛丽姐已经说过了 我能八小时完成的工作 我可不会喘到半夜完成 对了 你不知道吗 玛丽姐晚上十点 到早上凌晨四点 要陪小孩睡觉的 看不了你的邮件 你说她会不会觉得你很烦啊 毕竟你好像 也没有什么重要的事情 下班下班 吓我一跳 怎么还不回去啊 你们不也没回去吗 我是工作逼不得已 你们部门人都走了 留个试用的干嘛呢 职场都周 您懂的 有人接你吗 那我送你啊 好啊 叔叔 要不您打个电话吧 不用不用 要找上去就行了 你们这个 就投行的工作 怎么就这么累啊 一天到晚就这么洗澡打一打 保安可以吧 该是二学二十四 我们不辛苦 那行 那你走着吧 忙你的 好嘞 好嘞 愿意 善哥 你跟玛丽姐 应该是同一批进公司的吧 能不能站在前面的角度 多指点我一下 嗯 后面那吉普跟了一路了 不会是你的追求者 嗯 爸 爸 你怎么来了 借你下班啊 这小子谁啊 哎 哎 叔叔您好那个 我是月月的 同 同事 同事 他是我们公司的高管 高总 就是顺便送我下班而已 不是 你们这都什么奇葩公司啊 传统风俗啊 你们公司的高管 就专门接送单身女下属回家是吧 不是 我可能是好心办了坏事的 你去 你慢点啊 啊 喂 哎呦叔叔 您够吵的呀 吵什么吵 您这车是战旗吧 哇 这战旗是两千年 北京汽车制造厂生产的一块民用机铺 别看这是民用车 它有强大的军方背景啊 你怎么着行去啊 这车的地方 跟军用北京二一二用的是同一个地方 上世纪七十年代 北京二一二那是团以上单位配备的车 有那么辆车 那是身份的象征 如果说二一二是它的父亲 那么前苏联产的卡四六九 就是它的爷爷们 这车在路上太省了 像您这车这品箱呢 少是又少 小子 怎么办 骨灰系玩家了 哎呀不敢当不敢当 叔叔你看大网上 咱俩站这儿聊也不合适 要不咱找个地儿 好好聊一聊这个 中国越野车的花展社 嘿 嗯 申哥还是别了吧 时间也不早了 爸 我们不是还要早点回家吗 你家里不是有事吗 嗯 啊 那 那叔叔晚安 哪儿 慢点啊 你告诉我拜拜 你慢点儿 姐夫 说什么 干什么 说了什么高管 你了解我 你相信你 你去不上心的主 也不知道跟谁学了胆子那么大 什么样人的彻头赶上 哎 你又没说你今天回来不接我 我跟你说 叶小白就是典型的青春期管太严 不让早恋 不让接触异性才会这样 我就不要了 我都想好了 这次呢 我就算不能解决工作问题 我也要解决个人问题 最好呢 是先解决工作问题 再解决个人问题 嗯 当女强人啊 我是不奢望了 我就想嫁个好老公 不是啊 我怎么发现你这孩子 你现在这思想 怎么这么不健康呢 多健康啊 念完书 救了业 思考一下嫁人的问题 很正常 哎呀 我才没有叶小白那么轴呢 有人哭着喊着要养他 他倒好 我要自己独立 这不是啥嘛这不是 你干什么玩意 没教养 你要这么说吧 也不是说一点道理都没有 哎呦 年轻人 哎呦 爸 那现代社会 社交圈就这么展 那婚姻问题 学校解决不了 就要靠职场 那职场再解决不了 我就要去相亲了 再不然我就得上电视 上互联网站 我才不要 我呢 已经给我的未来老公 做了一个精准的画像 今天送我回来那位 是目前最符合画像标准的第二位 第一位 是我姐夫 你来吧 妈出去买菜 你吃好饭早点上班 鞋妈给你准备好了 别穿带根的 你咋约这来见面呢 连个厅厅都找不着 你咋约这来见面呢 你咋约呢 你咋约约的 你咋约的 你咋约呢 你咋约梦呢 你咋约呢 我走来 你咋约呢 我想来想去 我觉得求你最合适 啥事啊 为了小白 我才写了一份婚前协议 想叫管一鹤签个字 这份协议呢 其实不牵扯到 任何财产方面的事 只是要求管一鹤 结婚以后呢 不能以任何理由 要求小白去做一个全职太太 其实我绝对没什么事啊 后来小管理解了一些 但他妈特别生气 而且在说啊 你不是嫁女儿 而是在卖女儿 这话听了以后也特别难受 那你 你让我干啥啊 那不挺明白的了吗 有啥事大家就开成布公 讲清楚不就完了吗 我这不就在想吗 我想你说咱们两个人 大家都知道 离婚这么多年了 也不联系 这件事我求你的话 他们也不会想到 是我让你去做的 所以我就想 你能不能去跟管一鹤 谈一谈 把这件事啊 错误都说到我身上来 这样 大家都有个台阶下吗 你说呢 其实事挺简单的 那跟他喝顿酒 是吧 把事一说就完了呗 只不过没想到 现在你能说这种话 你年轻的时候 那你真是多要强的一个人 是吧 这没人吧 那就谢谢你了 我走了 没了 你看这小天 多舒服 是吧 出来喝点小酒 吃点小菜 多好啊 我问你说 以后啊 你要有空 就多出来约约 咱们出来多聚 说 我自己到 我自己到 没事没事 我自己到 我跟你说 反正啊 你和小白这事吧 大致也就这样 叶老师吧 别跟他一般见识 他那臭脾气啊 就那样你知道吗 比厕所里的石头 软了不了多少 小白呢 又心疼他妈 他妈说啥 就算 明白 叔叔打你一拳 你可没见我 俗话说 不打不相识 是吧 再说 没说说 一个女儿就扮个儿 是 你现在和小男的 起事还没办 但起码你现在 你应该算我一个远房儿 是吧 那这么说 我应该叫你一声爸 那是 还有啊 我跟你说 你们这俩妈吧 说实在是都不容易 都是单独把你们拉扯大 都怕自己的心头肉吃亏 他们呢 都在试探 你知道吗 首先就是摸着你的底线 先踩到你的底线 把你踩得直白乱叫 这时候你要说认 立马他们就把底线 后撤二倍 就这是 不针对我这个人啊 今天就算是 英国王子要娶小白 阿姨态度也会一样 对吧 就是这么个理 他呀 就是想让我用真心 换他的安心 叔叔 谢谢你 启发太大了 感谢成全 跟老丈人还客气啥 明天还要上班 今天喝不够 我下次一定补偿 没事 好 好好好 不过 一鹤 我问你啊 你在那个丰盛那边 怎么着也 算是一个 管理者吧 算是吧 那要是 叔叔有事想 找你帮的忙 你看 能不能帮了一把 叔你说 不错 你跟我来了 越想越咽不下这口气 凭什么呀 啊 我配合你们 哄叶会分 那怎么就不 你们跟他们商量好了 反过来哄哄我 让我高兴高兴啊 你说 你是不是签了还那个 上前辱过的那个协议书了 那个我能签吗 不是 阿姨呢 就是气我跟小白 先斩后奏 我跟小白对阿姨 做了很多思想工作 她终于想通了 下次见她的时候 就面上哄一哄了 给她个台阶下 这事就算过去了 是吧 我还哄呢 还给她台阶下 你就冲着 还没出生的大孙子的份上 行不 好吧 嗯 我可是冲了 我的大孙子的面 对对对 是是是 好了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阿姨不是 既然我决定要跟小白结婚 那我就应该跟她分享 我所有的意见 这是 婚前协议 阿姨 我明白你的苦心 真的 妈 妈 妈 你再哭了啊 妈 妈 你再哭妈妈 一会儿不来了啊 听话不哭 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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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又在 乖 你坐下来 对不起 我回去了 对不起 妈 小白 快 坐下 是早餐 来 先吃这个 小白 这是我刚刚给你煮的鸡汤 今天一定要带着它 好 怎么样 这几天 有恶心的感觉了吗 还没有什么感觉呢 我那会儿怀孕的时候 开始就什么反应都没有 后来吐得特别厉害 我看 你趁现在没有感觉的时候 赶快多吃点 先补上 待会儿再吃这个 好 小白啊 这两天你有空的时候 你可得盯着管一鹤 叫他赶快把辞职的事 给搞定了 对了吗 你什么时候回西安 帮我筹备婚礼啊 你这就恨嫁了 我想呢 深圳就办一场 家里边就不办了 在你出嫁之前 我想我就留在深圳 好好地陪陪你 慢一点 来 赶快喝点奶 啊 你喝好了 MING PAO CANADA.COM